门诊上有些乔本是甲状腺炎的患者 在进行药干预调理之后 指标一直都在恢复 但是近期简单发现 指标又出现了反弹或者升高 这是为什么呢 通常来说我们的这些指标波动 首先要考虑就是饮食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在外面吃饭 天天吃外卖 或者吃铁含量比较高的调味品 我们这些饮食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点元素 点元素对甲状腺炎来说 它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但又对自身免疫性的甲状腺炎来说 点元素摄入过多的话 就会导致免疫系统加重 对甲状腺的攻击和破坏 所以点含量的食物吃的越多 乔本是甲状腺炎的 抗体指标就会越高 同时甲减指标也就会越重 所以当我们出现甲供波动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有没有做好忌口这件事 除了药物的干预之外 一定要严格的忌口 如果我们不能严格的忌口 指标就很难恢复